为彼此加油 台前合影 三人握拳为自个儿加油 黄深深的拳头主动先靠近 这是三人距离最近的瞬间 先礼后兵辩论一开始就火花 四射疫情果然成为主战场 为什么三加十一的关键会议 没有会议记录 为什么疫苗采购合约要封存三十年 为什么民间要采购国际疫苗 采购过程频频受阻 你又来了 装睡的人叫不醒 问了三次 其实就有一点多余了 大多数的台湾人民 永远都不会原谅 在疫情最严峻 最需要疫苗的时刻 还用意识形态阻挡疫苗进口的人 至少我不会原谅你 我没有阻挡疫苗 我是全世界最想把 采购疫苗过程公租一室的人 如果要我为了盛选而破坏这些规范 害台湾失禁于国际社会 我做不到 我不是一个冷血的人 我身为防疫指挥官 唯一能思考的就是台湾 就是大五 我已经不是我的我 防疫旅馆争议 陈世忠也收回对黄珊珊的票窃说 我不会再用剽窃这两个字 来形容这件事情 我不应该去争论这是谁的功劳 黄珊珊则是功篮又打率 在公厕全面换装免制马桶 对市民来说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食物上不可能做到深蹲换工车票 手指化 门绿白交锋 三宝宝 蒋万安拿自己当例子 试图引发共鸣 过去一整年 台北市的新生儿人数 只诞生了一万六千名的宝宝 相较于好市府时期 几乎减少了一半 其中一个名额 还是我贡献 让年轻人愿意结婚 安心生养 更是刻不容缓 如果一个连水门开关的操作程序 都搞不清楚的人 我们又要如何期待 他们可以带领台北 所以接下来的台北市长 必须要具备极战力 更没有办法等待实习市长的成长 最后合影蒋万安挥手 陈时中比心 黄珊珊左右都比出三三 三人眼神 动作从头到尾 没交集 天新闻 黄少平林佳慧 台北采访报道 中好的市政辩论 还是来了唯一政治题 新竹换台北 蓝白合不合 这种牺牲同党 要来换别人的政治利益 那蒋万安你认为 这样是你选情告起 才会这样搓这样的一个下策吗 心中一直有蓝绿友的人 才会一直纠结在颜色当中 嘴巴上一直在讨论气宝的人 心中才是真正在想的气宝 我也要请教黄珊复市长 你对柯文哲市长 有信心吗 我想先非常感谢柯文哲市长 三年前 请我到台北市当副市长 让我有机会能够证明 自己是最适合的市长人选 同样让达者有共事的 还有回应少子话 少子女话是国安危机 你们一位市卫副部长 一位长期在未还委员会 都束手无策 台北市为什么从270万 减到246万 其他的城市也没有减那么多 所以台北市也应该要检讨 整体的预额的政策 好龙兵市长的时候 我们台北市新上人数 2万9将近3万 但是柯市长就任的时候 一路下滑到去年只有1万6千多 三问对手却接连被樊将一军 但收到大巨蛋提 黄珊珊做足准备 所以他不是自己讲出来的 他是法院让他施工的 京剧反击 陈时中也有 讲完委员的提问 在问说水门的关闭 其实他又刚刚一样 有些问题已经讲过了 讲一遍他也听不懂 我讲过两三遍了 今天我再讲一遍 看看能不能听得懂 装睡的人不是我 全民的疑问 你又拿粗暴的言论 大可不必的态度来面对 其实如果陈松先生 你好好的清清楚楚的 把人民对于疫苗采购 整个过程 包括高端EUA的审查 能够交代清楚 我们根本不用问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以子之谋攻子之盾 TV片新闻 李国正清晃柔 台语报道 您愿不愿意在这里承诺 您设定的所谓设宅 万一跳票的话 就承诺不再竞选连任呢 媒体人钱义军 针对社会住宅议题 犀利提问 选将敢不敢承诺 设宅数量 绝对不是解决 年轻人居住问题的万灵单 这一题确实是一个难题了 所以我两位对手 对这都没有提出答案 大家就是花花饼 说一说就好了 我的目标很明确 四年之内 除了直接新建 也会积极扩充 包租贷款的户数 对市的居住正义 新建设宅 跟其他的配套作施 都很重要 我觉得不会跟他们一样 开空头支票 而敏感的两岸关系议题 是否支持被大陆统一呢 难是否定的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这就是我们的DNA 对一国两制 当然是反对到底 克尊中华民国宪法 坚守中华民国主权 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法治人权的价值 这就是我的DNA 民主自由跟独裁专政 是不可能并存的 这就是我的立场 民主自由的信念 早已经升值人心 成为台湾人的DNA 是否赞成统一 蓝绿白都强调DNA 而作为首都 第一线的民防指挥官 台海局势紧绷之际 当选之后会续办双城 论坛吗 对爱磨我日气 他现在对我们有相当的一个 清台的企图 我们跟他往来 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 陈秋先生 蔡总统在双十国庆的文告中 才刚刚说 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 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间 健康有序的交流 而你立刻就说不会续办 是在打脸蔡总统吗 民进党谈到两岸问题 始终是绿能你不能 北市长选举辩论 第三阶段媒体提问 从居住正义到抗中保台 蓝绿白逮到机会 救护丁 TVBS新闻 最后报道 快也念啊 慢了也念 在立法院 大家还一直在问我说 会不会偷过选举 语气偷了无奈 因为高端不见之后 风波不减 反倒争议更多 因为十月底不见截止 高端压线二十八号裁交 六天后公布十四位专家 没人反对算一算扣除假日 只花四天审议 恰巧又在台北市长辩论会之前 时间点太过巧合 遭之一 难道是在替陈时中解套 医疗部门一直是台湾政府部门里面最好的 高端是一个不好的标志 可是老话听听就好了 我想这个我如果每天要评论他的话 我想大家也是很辛苦 一切我们都是以科学 那我们就尽力的去做 但是跟选举都没有任何一点的关联 高效率审议双双极力撇清 跟选举有关 但另一争议还有这个 为了要平起各界疑虑 指挥中心打算将整个审查内容勾诸于事 但委员名单还是要匿名处理 所以名单一公布的话 我们会怕社会造成对委员跟他家人的一些骚扰 就算EUA维持薛瑞元坦言 高端任务已经结束 不会再采购多余的疫苗 尤其现阶段对抗变异株多数打的是次世代疫苗 还是得顾防疫 11月5号新增的是25523例本土 新北疫就最多5000例以下 但也是唯一一个县市超过4000例 死亡则是67人 已经连续三天都在3万例以下 看来疫情趋缓的现象逐步稳定 推本新闻连至周宣台报道 烂个男人韩国瑜小跑步上阶梯 一碰面就先给侯友宜来一个爱的抱抱 选前三周两人总算不避讳同台了 就连打招呼也要互相亏一下 今天碰到国瑜其实我们还蛮开心的 所以我跟国瑜国家是 大家都是讲情讲义好兄弟 所以有时候做事情 我们都是要团结面对 侯涵同框来到中和体蓝营小鸡造势 尤其侯友宜不只说了两人是好兄弟 还喊话要团结面对 似乎是希望借由韩国瑜的力道 催出新北市选票 不过自己这只母鸡 当然也要跑得勤跑得快 汉子台上激情催票 但秃子又是后脚踩到 是听到关键制裁刹车停下脚步吗 不过最后不止没回答 还等侯友宜前脚走了 自己才隆重登场 所以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候 要像吕东斌的手指头一样 点年轻人一条路 他就会快冲 可是这个战斗机一旦升空 翱翔九天 对敌开火保护国家 替韩家军前高雄市青年局长林鼎超站台 致此没忘了来一段韩式幽默 正是台下有人热情喊话 2024救救中华民国 支持者希望韩国瑜2024别缺席 至于侯友宜这潜在人选 或许得先看年底这关 能不能赢得漂亮才有挑战空间 内侧车道一辆小货车 车尾突然被轿车追撞 小货车整辆侧翻过去 一路滑行到路边 货车翻覆车内两人一度很难脱困 还好附近的民众都纷纷上前帮忙 装警力到大车直接爆冲到对象 反复的货车上有一对父子 儿子手部受轻伤 我儿子在底下把我撑上来 我踏出来 我再拉我儿子上来 负责两开货车载着海产去送货 5号上午11点多 在台中大雅中青路四段 离目的地只剩下几百公尺 在准备左转时却发生意外 疑似是小货车后方的刹石车 先跟轿车发生擦撞 才会再波及到小货车 警销到场后用梯子协助父子俩 进到车内拿物品 警方于规定到场处置 经实施九侧三方驾驶居无酒精反应 三车连环状事故 警方还要进一步去厘清灶泽 还好人都没有大碍 但是撞成这样着实把附近的居民 都吓了一大跳 其余变新闻 许丽帆里猜影 SNG要组台中长报道 真怕啦 就在庙旁梁亭 男子喝醉酒摔倒受伤还睡着了 警方到场紧急联络她的女儿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没输了 我狗 我女儿 我狗狗 男子当场哭了起来 因为喝了酒就怕女儿知道 才不敢马上回家 没想到不生酒粒跌倒 撞到额头红肿 全身瘫软 由于无法判断 有没有骨折或内伤 警方只好通知救护车道场 你女儿要来带你 要帮你帮你帮你 好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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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儿要过来 不你去帮你外面等你 你不要进去你就去病院 外面等你 我刚才去病院 你不要去病院 你站在外面等你 疑似酒醉跌倒 并躺在地上睡着 警方到场 将该名男子邀请后 该名男子向警方表示 因为心情不佳 喝酒后 生怕女儿知道 便想要在庙房休息一下 无奈不胜酒粒 一直跌倒 撞到额头红肿 73岁的男子心情不好 喝了酒摔伤了 竟然嚎啕大哭 警方不断安抚 终于顺利将他送一治疗 去VBS新闻 徐克城 高雄报道 我先 我先 我叫警察先出去 谁这么大胆 敢把道场的园警赶出门 来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 没有检察官 检察官 检察官不会打电话 检察官没什么 打电话给你 我这个新闻报几次了 大姐 富人不听 儿子及担任警察的侄子苦劝 就是对假检察官 审幸不已 让上门的园警气炸了 我帮你跟他讲 来 喂 喂 大姐 检察官会发公文 你又不讲话了 你又不讲话了 你看他不讲话了 你怎么会相信他 检察官大道可以指挥警察 检察官听到警察 怎么可能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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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他就诈骗电话 你刚给他什么东西了 其实诈骗集团采用信用卡 被倒刷的老梗行骗 他曾跟儿子说过 儿子表示是诈骗 他不相信 就连担任警察的侄子也出面苦劝 他还是不听 侄子只好报警 被骗的富人 还跟着自称一名检察官都在通电话 而且富人一直要把我们 同仁真正的警察赶出门 真警察差点被赶出门 还好女警霸气接过电话 把假检察官吓得不敢出声 这才成功保住富人的130万元积蓄 TVBS新闻 徐克城 高雄报道 不少医院名医的网络挂号名额 都非常的抢手 就医师发现自己的网络名额 早早就被抢光 却没有病人来看病 才发现是被收费的网络 带挂号业者给占据 同时可能就两台电脑操作 把自己的号取消掉 然后电脑上就忙把客户的名额 添付进去了 病人反应网络一直约不到诊 但下周二看诊总人数 也只有20亿人都被业者抢光 网络APP上搜寻关键字 搜出一整排带挂号项目 其中所医院收费的有业者 开出台大厂根100元 联合慈寄300元 也有指定医师收费 每位大约是500元 其中最热门的慈寄医师 吕绍瑞带挂号要3000元 指定院区再加500元 有急诊看诊需求 甚至开到4000元 电话挂号 不过如果有发现这种行为 跟医院反应应该也可以吧 会排挤到真正需要的人的 一些需求 像我爷爷这一次就是 他是要挂心脏科 然后就是他挂的医生 都要排到两周后 现在网路几乎都是 都属于额满的状况 读物科医师的网路挂号名额 一天约40人 每次开放都被秒杀 只能开放线上加号 到60几号 一直提高我的网路 可以挂号的名额 但是无论怎么样提高 这个网路挂号名额 都是网页上面 永远都是呈现额满 医师无奈用网路加号 还是被秒杀 看诊时间也大乱 医师回应网路挂号没有法力 甚至各个医院也能自行管制 台湾医院回应若半年网路预约 取消十次就会限制挂号 真的有网路挂号挂不到 逼得有需要的人 只能现场排队 胡等叫号 医院恐怕要拿出更有效方法 杜绝带挂乱象 级别新闻玲珑石潮周园 台北彩卜报道 台湾登山好手张元植 在脸书po文 针对曾格尔 素潘 马拉苏鲁 写出一份调查报告 第一项疑点就是轨迹中 从第四高地营登顶 比第三高地营 到第四高地营还快 下山时下坡 又比上坡速度还慢 依据当时血况的关系 因为三号营地到四号营地之间 有一小段路是被血脉 就是绳索被血脉租 然后我们后来就没有去拉那个绳索 所以我们就直接上去 去年我在一月的时候 在北大武山 然后下来的时候十字任在断裂 所以我的下坡速度 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慢的 因为我们一般人在坡度抖的时候 上升一定会变慢 然后坡度缓的时候 上升一定会变快 所谓曾提出的航机研究出来 结果是完全无视坡度的变化 它就很规律的 值多少时间就像多少 我们实际访问到山岳专家雪阳 以及曾格尔 针对GPS路径 双方也有不同说法 只要你是直接使用 Inrich记录轨机 它即时上传卫星 卫星再传回到 Garmin伺服器的话 它的轨机一定会分类在 已传送至Mapshare 这一个预设的资料夹力 它是不可更动的 你可以把航机从里面拿出来 也可以把航机 我不知道能不能丢进去 因为我从来没有 从这个角度想象过 我从大概从今年 从巴基斯坦就开始 用这台机器了 所以我很多座山的路径 都在里面 那我如果要放给大家看的话 那太多路径 大家会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抓出这条路径 所以我们放到这个档案里面 那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曾格尔速攀记录 遭到国内外质疑 专家们也提出一些方法 让他证明自己的能耐 曾格尔或他受众 觉得台湾人都是在酸他 都是因为自己爬不上去 所以要乱他还是怎么样 你就去参加国际上 最大的越跑赛事 叫做UTMB 环白朗风越野赛 任何一个系列赛 取得优秀的成绩回来 我们全部都会扶他 而且不只扶他 败在地上 雪洋提到现阶段爬八千公尺以上高山 条件跟环境都跟以前有所不同 只要你有超能力 只超的超 你有钱 你请雪八 你都可以去任何一座八千米 你要看的是 他怎么去完成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他完成几座 如果这个意大利的登山家 他的状况是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有三个雪八在协助 他们在前面然后帮我开路 然后我是轻装上去的 然后对比那个意大利的登山家 他是自己上去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曾格尔波文说自己 13小时无氧速攀 马拉苏路 创下里程碑 接下来还要再挑战 另外两座八千米高峰 强调不会因为外界的舆论退缩 TVB的新闻 将军徐又翔 台中厂报导 看着翅膀全神暗黑色系 彩宁以女王之姿登场 霸气回归台北小巨蛋 从跨年夜一连开唱六场 宣告端出全新亮点彩蛋 售票网站周六开抢门票 时间在3点28分开卖那一刻 全区都还有票 接着回答两道考题 网站就开始出现圈圈 转啊转 等待了三分钟后 显示票券已售完 短短六分钟6.6万张完售 自至提库墙票还到网咖备战 只是涌入数万人同步墙卖 让买不到票的粉丝纷纷哀嚎 尤其也特别想收藏这次的斧头灯 酒令承袭惯例 送给入场歌迷人手一把限定版 时尚荧光局斧头手灯 还特别拍摄全新宣传照 这个造型就会蛮吸引了 不停颜色的化妥不少的收音感 然后每个颜色都有 可惜今年没有墙 斧头帮议员除了在场内 高举手灯狂欢 粉丝更强着收藏 演唱会周边风格独特的 还有周汤豪 你会跟 你基本上是平视的 周汤豪11月首度唱进台北小巨蛋 与粉丝相约白趴Jazzco 也特别担任创意中间 参与周边设计制作 包含短题外套 还有象征周汤豪汤豪局的配件 还有颜亚伦演唱会周边 也推出十大杰出青年冒 正能量包结合著名语录 极字炒梗 极具特色吸引粉丝预购 TVBS新闻抖用去红亭台报道 国门解封民众早早订好 今年提到明年的出国机票 原本打算要好好的玩一波 没想到班机却被无预警取消 为了避免连航容易有取消航班的问题 选择国际航空华航 但一样桃园非首尔 陈小姐2月4号的班机 突然不飞 让她很错愕 陈小姐的社团发文 表示自己的班机被取消 马上也引来底下一片哀嚎 航班时间通通集中在3月底前 直说目前大多得自行打客服联系 我有看到网友说 他有打客服电话 请华航协助转就断成功了 但是目前这一部分 都变成说我们要主动联系 华航回应 非人穿机场班机 每天围持两班 会有航班异动 是因为旅运需求调整 强调并非人力不足 将会协助旅客迁转到其他航班 而被调整的是冬季班表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3月底前 每周三周六出发的CI-148 CI-149班机全数取消 行程可能会受影响 不过华航强调 取消班机一定能免费转到 当天其他航班 经过评估 载运量一定足够 只是说华航的姐妹航空虎航 这次又被报要去韩国也不飞了 然后他突然通知我说要改到前一天的时间 然后他那资讯我觉得很模糊 虎王表示是为了配合当地人力 目前飞韩国每周三班 12月1号开始 每周增加到五班 红颜班机也会调时段到白天 业者也说10月初只有在官网公告 到韩国仁川 釜山以及基州岛 都有部分班机是停飞的 民众购票钱可能还是得再多看多确认 才不会订了住宿票券 更改起来更麻烦 全球最畅销电动车车款之一 特斯拉Model 3 一直受到车主欢迎 不过现在却传出台湾特斯拉官网 Model 3的新车客制订单功能 售价资讯等在官网上通通被拿下 只剩现货车页面 让车迷们哀嚎 难道Model 3要停卖了 可以买这些现车剩下的现车 但是如果你要订新的车 他现在不给你订了 产能要先以攻击美国自己市场为主 先停止了这样的一个新车的接站 达人解释 国内暂停接收新车订单 晶片缺和美国加州厂产能规划等 都是影响原因 特斯拉则回应 是因为全球市场供不应求 避免车主后车过久 才会改由现货车网页下定 虽然数量有限 但流程及售价都不受影响 特斯拉Model 3以外 现在还传出小资族们最喜欢的 Toyota Yaris 明年第三季可能要停产 很多人感到不舍 不过现在业界也外传 接下来二手车的价格可能变动 它的息息数小 它的新车价非常亲民 它的后续的 在二手车界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价格 波动不是那么的大 二手车行分析 Yaris稳定性和CP值高 就算不涨价 抗跌性也可能再加大 而总代理何泰也说明 是因为要配合原厂产品的 周期规划调整 至于后续要以何种车款取代 还不确定 另外缺车问题延续 不管是日系车抵台延后 还是欧系部分新车 发表后也都面临苦等量产车状况 有些车你必须要等很久 或者是面临到说 配备多多少少还有减码 那是涨价的问题 专家预估车用晶片缺 尽管已经到尾声 但可能延续到明年上半年 现阶段可以确定的是 市场延迟交车情形 短期内不会改善 去年前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提出 中共可能在2027年对台动武 二十大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北京加快统一台湾时程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 更警告时间点最快会在明年 甚至今年 虽然美国国防部次长科尔认为 大陆侵台几年之内不会发生 但他说这很难预料 科尔认为未来几年 可能爆发军事摩擦 他指出解放军的空军和海军 越来越频繁 从事不安全不专业的行为 会突然出现对美国 澳洲加拿大军机打招呼 而且有时候是以极度危险的方式 美国国防战略爆发 点名中国是美国步步进逼的挑战 而俄罗斯是美国急剧的挑战 美国战略司令李查表示 现在的乌克兰危机只是暖身 还不是美国面对的最糟情况 他评估美国对中国的嚇阻 正慢慢流失 认为美国在保卫国家的做法上 必须要有快速基本的改变 因为像中国那样的竞争者 正以快速的方式赢过美国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装上弹头发射炮弹声震耳欲聋 乌尔双方持续在乌南激烈交战 乌军云现在最想达到的任务 就是夺回赫尔松 CNN也公布了这段新影片 不止如此 尼古拉耶夫多处重要民间设施 包括停车厂修车厂 甚至就连人道援助仓库 都遭到俄军5V5飞弹攻击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但对内刺客的工业城 马克耶夫卡 却不幸因为俄军滥炸 造成至少一死 泽伦斯基也表示 乌军同时击落了八架伊朗制无人机 不过同时俄军持续轰炸乌克兰的电网 导致基附一处公寓居民 得摸黑爬12层楼梯才能回到家 还有人因此摔断腿 更有民众因尖端性停电 困在电梯里 俄军的能源恐攻让45万乌克兰家庭熄灯 但却怎么也交不习乌克兰人要战胜的决心 美国也在宣布新一轮军援 其中包括T-72战车 和英式地队空飞弹 要进一步加强乌军防卫 TVB新闻综合报道